这个家庭喜欢鲜艳的色彩 而这个看到的世界只有黑色和白色 但这一天将永远改变他们的生活 发生了什么事 快来拉里路看看吧 用粉红色运动面料做两扮上衣 添加不同颜色的条袋 我们需要一件漂亮的裙子来搭配 像这样拧紧新纱 她会秃出腰部并照亮心情 拉里路工作室做了一件我梦想中的礼服 我们需要明亮的丝袜 试试戴鞋子的袜子 杰西有个女儿叫罗瑞 她还很小 但已经和妈妈一样喜欢时尚了 杰西的造型师是拉拉城里最著名的精品店老板 连名人都喜欢在这里购物 今天这个明亮的家庭来到这里买衣服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需要很棒的裙子啊 和你现在穿的风格一样吗 是的 五彩又明亮 就像架子上的那些衣服 你可以休息一下 我会为你挑选一些 我相信你 罗瑞决定坐在妈妈的腿上 但造型师很快就完成了 并选择了两件美妙的礼服 哦 这些面料看起来很漂亮 我应该选哪一件 你也想要选衣服吗 宝宝决定看看这些衣服 购物让每个人心情都很好 谢谢你选择我们 我们把车停哪了 这里 一家人拿这个屋带回家了 克罗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妈妈 在所有颜色里 她最喜欢黑色和白色 如果她穿一件连体衣 也应该是单色的 用蕾丝和薄纱做两条裙子 加一条薄纱裙 再加一条蕾丝裙 系一条白色带作为腰带 天价鞋巾带 一颗珍珠酱装饰领口 化妆饰不需要五颜六色的眼影盘 整个妆容是黑白的 深色口红真的很适合克罗伊 她的女儿万达很像她 克罗伊决定给她一样的裙子 你喜欢你的新裙子吗 喜欢 谢谢妈妈 不用谢亲爱的 她们有着相同的品味太棒了 居住在单色房子中的家庭 一切都符合这个配色方案 妈妈决定定装 同时给女儿梳头发 但万达想看电视 从旧标记笔上切出零件 将打印遥控器按钮粘上去 一个遥控器会帮助女孩迅速找到想看的频道 万达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拉雷路有新视频啦 耶 罗瑞也喜欢这个频道 耶 新的娃娃小技巧 拿相框 去除不必要的部件 只留下框架 用黑色支揭油盖着框架 将银色花环剪成条 然后粘在魔法框架上 我们可以用遮瑕盖做一个稳定的支撑 添加一个指标 完成啦 要是有一天万达看到了彩色电视呢 她会很震惊 一切都很顺利 万达正在看拉雷路 但是妈妈不赞成花这么多时间在电视机前 做一些工艺品是很棒 但你也需要出门看看 准备一下 但是妈妈 我喜欢拉雷路和看电视 不要把它关掉 单克罗伊按下按钮 屏幕变按 哦不 不要 这个屏幕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一个入口 我能进电视里吗 宝宝进去了 妈妈感到害怕 世界已经疯了 无论它在哪儿 我都会找到万达的 当罗瑞正在看拉雷路时 电视也开始出现故障 怎么回事 妈妈 罗瑞从入口里出来 杰西把她拉出来了 女孩们都震惊了 彩色世界真的存在 黑白世界存在吗 然后克罗伊也从入口中出现 你家人团聚太棒了 妈妈们认识了彼此 他们的孩子也相处得很好 使用木质搅盘和咖啡搅拌器 制作画架 做架子 你可以在这样的纸上画出真正的杰作 罗瑞喜欢用五颜六色的拉笔画画 你不会把万达的画和别人的弄混的 猫只会搞得一团糟 纸片无处不在 甚至地板上都有 你是我的小画家 用印刷的金球儿图像 制作着色书 加入它们与装饰性灰心针 做封面 我们可以用这些修剪过的牙签 做一个黑白铅笔盒 这些是我最喜欢的 光达喜欢图色 两个女孩都喜欢画画 但是她们总是有不一样的想法 罗瑞觉得五颜六色的图片很漂亮 但万达不想要鲜艳的颜色 有办法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两种颜色封在一起呢 两个女孩都在努力创造自己的艺术 她看起来很棒 我们的女儿太有才华了 从软木塞上切出一个调色板 添加颜料 我们可以用旧刷子和蓝衣石 做一个很棒的艺术工具 用金属扣做几个颜料馆 杰西决定用一套新颜料给她女儿一个惊喜 你不必再用蜡笔了 现在可以用真正的颜料了 当罗瑞在画画时 小猫也决定做一个杰作 但她有爪子 多么可爱的抽象艺术作品啊 妈妈我画得好吗 当然 让我们来把你的艺术作品展示出来 做一套软发机 用香水样品制作油漆瓶 粘在标签上 是的 颜色会很亮 用水泡泡走完 化妆棉里有一个小工具 今天有人会得到一个惊喜 一个丰富多彩的改造 妈妈这是什么 这是揽发机 我有个主意 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成功 杰西决定给克罗伊试一下 把你头发染成一个明亮的颜色 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想法 也许我们的女主角喜欢呢 让我们试试 杰西混合染料 吐在黑头发上 并包裹西薄 然后她有毛巾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 将打印标调色板和盖子 粘上去 使用电线和热胶 做一个舒适的海绵刷 杰西还建议尝试 一种新的妆容 好吧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改造 做完这些后 你都认不出克罗伊试啦 那个五颜六色的女士是谁 她看起来太不一样啦 你会习惯的 虽然改变她的样子很有趣 但她还是更喜欢 她最爱的黑白颜色 尝试新事物真好 但是回到你原来的外观 会更好 没错 克罗伊看起来更自然啦 做棋盘 粘上棋盘格 将两侧涂出黑色 不同尺寸的珠子 可以帮助我们制作棋子 为世纪之战做好准备 克罗伊和万达决定 一起学国际象棋 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为什么不能再加一个呢 还有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 逻辑思维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能 黑白妈妈和女儿 邀请了杰西和罗瑞 原来 他们也喜欢下棋 这是一个很棒的见面理由 不仅在彩色世界 在单色世界也是 是平局 恭喜你 你更喜欢哪个家庭 评论下方 给我们点赞 并且有拉力路频道 这两个世界都有我们的娃娃小技巧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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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